台灣海巡警察消防領導人總 第二屆終身表揚大會正式開始 那麼你最熱情的掌聲來迎接今天的表揚大會 2016年2月台灣海巡警察消防領導人總會 由前警政署副署長蔡俊章博士創立 成立至今已經4年多 現任理事長為陳鴻義先生 承認內政部消防署署長 於2020年2月接任第二任理事長 總會會員接承認海巡警察消防等機構領導人 而成立當初台灣海巡警察消防人員領導總會 是以協助政府維持治安 推動國際與海峽兩岸海警消交流 與發展為終止 建立跨界聯誼的平台 聯絡限制與退出會員的情誼 四年來總會秉持這樣的理念 推動各項的會務 第一屆我們也曾經選出六名 而今天第二屆的諸森表揚奉獻獎 經過評審的結果我們一共選出了八名 這八名得獎人員 你們都曾經擔任過機關首長 對政策制度的改革都鞠躬俱瘁 影響機關的改革非常的巨大 讓我們先以熱情的掌聲 恭喜這八位得獎者 貴賓介紹 首先能夠榮幸邀請到吳前副總統 敦毅先生 各位同好 吳前副總統 內政部部長 吳豔先生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 金鼎證據集團總裁 吳北市侯友宜市長 丁永穆 請秘書阮景錡先生 代表出席 臺灣優勢產業對外委員會 王主席 新立先生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旅局長 清安先生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居成局長 崇苑先生 中央景觀學校 第26期 全體學長代表們 全體學長代表們 38期全體學長代表們 安妮亞總裁陳薇忠先生 安妮亞總裁陳薇忠先生 我們今天的貴賓非常多 待會再一一為大家來唱名 在我們要請常侯義理事長致詞之前呢 我們要先邀請八位今天的得獎者上臺 第一位 第一位邀請的是行政院 海巡署署長 王靖旺先生 他承認內政 請上臺 坐第一個位置 謝謝 第二位是 孟高須局長 第三位是 第三位是 台灣海巡警察消防領導人 總會創會理事長 內政部副局部署長 蔡俊章先生 第四位邀請 中華民國消防退休人員 總會理事長 唐仁明先生 第五位是 內政部移民署署長 何榮春先生 第二位得獎者是 行政院人士行政總處 考试院考试委员 名传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 黄富元先生 掌声恭喜 第七位是 中央警察大学校长 内政部警政署副署长 台北市高雄市桃园县警察局局长 谢秀能先生 请掌声欢迎 第八位是 台湾警察学术研究学会理事长 应急管理学会荣誉理事长 中央警察大学研究所所长 张平吾先生 恭喜八位得奖者 向我们以最热情的掌声来 欢迎陈鸿一理事长为我们支持 好 热情的掌声欢迎理事长 副总统 本陈处长 刘理事长 还校长 好 各位部门 欢迎大家好 好 今天这个疫情很大的时候 这么多人来自己参加 这个北方大会感到非常的感恩 那么这个总会在2016年的二月成立到现在已经四年了 当初是为了帮助维护资安 推广这个国际跟大陆的交流 还有建立跨界的平台 以及要分家 在职的跟退休人员的这种联系 以这个为宗旨来成立这个组织 那么这几年来 我们就是秉着这样的理念 也在开展我们的业务 那么 2016年的十二月 我们创立 这个 终身奉献奖的 这个 奖役来 推广 让一些过去 对组织对国家对社会 有奉献的这个人员 来表扬他们 那今年是算第二届 我们也选出八位出来 那这个八位在职的时候都非常的认真 而且很多的奉献对国家社会都有很多的帮助 现在我一个一个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第一位是黄敬旺先生 大家赞来鼓掌 划打的 王决猛亮点大家对他应该很熟 他做过警察署的署长 海峻署署长 八年六十个月 在當警署署長的時候 他推廣這個所謂社區的警政 建立刑案的資料庫 然後他推動一種以服務行為導向的這個新的行政 在當海巡署署長的時候 他建造船艦修足天設 然後救助這個漏洞的這種漁船有一千多艘 功能非常大 尤其是在跟日本 因為釣魚台事件在爭執的時候 他為了國家的勝利利益生鮮宿主 所以是非常可以值得進退的 所以我們海巡今年推薦他出來 出來擔任這個受獎人 那麼在警察方面今年我們推兩個人 一個是孟昭旭先生 孟昭旭先生是我們警戒的前輩 他做過澎湖基隆 還有新北市高雄的局長 還有航警局的局長 他當新北市局長的時候 二重蘇童到 二重蘇童到 他可以說是非常的盡力來協助這件事情 當航警局局長的時候 他建立航運大廈 都是非常有功勞 最可貴的是 各位蔡莎他今年幾歲 98歲 身體還那麼硬朗 精神還非常的抖手 最可貴的是 退休以後 所有的喉嚨他都親自參加 沒有缺席 所以這次我們特別選他出來 做為我們警戒的標竿跟這個 這個典型 就是非常的這樣的 不容易的事情 那麼再來就是 蔡君章先生 各位對這個蔡君章一定是很熟悉的 他現在是名人 而且是說警察之光 他做過澎湖 做過南投 台南高雄的這個局長 最後是在警部署當副市長退休 他最值得提的是什麼呢 他當澎湖 這個局長的時候 他改革一個 所謂油料的提撥制度 過去油料是用油單 很多毛病 他把它改成這個卡利油 替國家結醒多少錢 各位知道嗎 幾百億啊 各位沒有聽錯啊 沒有聽錯 不是幾百萬也不是幾千萬 是幾百億 所以你看這個功勞搭不上 他們他退休以後啊 從事畫畫 現在是 民文中外的這個畫家 他很會畫這個蝦子 所以叫蝦王 光今明辦幾十場的這個畫展 每日大陸更不用講 連北韓都邀請他去 所以他現在是 國立外知名的畫家 等一下他還要送給今天得獎人 每個人 每個人依附那個 金多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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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蝦王單位 我們今年推唐英明 博士 他做過警察大學的這個 博物館的館長 也做過 吳鳳科技大學 現在是名傳大學的這個教授 他做過 台中縣的消防局局長 第一個消防局長拿到博士就是他 那麼921的時候 他在台中縣擔任這個消防局長 921發生的時候 他在中部指揮救戰 現在變成因為這樣而很有名 很多大學都邀請他去演講 那麼他退休以後 還做這個 退休消防人員的總會 總會長 這幾年都在幫助這個弱者 低收入戶還有 獨居老人 消防安全 可以說是在做公益 非常難得 好 再過來是 移民 移民單位 移民署 移民署 的 何榮春先生 那 何榮春他做過移民署的副署長跟署長 移民署剛成的時候 從這個 從這個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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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數其中難過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你看 要去找人 要去蓋天色 還要建立很多的資訊資料 制度法規 你看這個是非常辛勞的事 他都可以做得非常好 那麼最值得一提的就是 對這個 人口販賣的管運 這方面 他做得非常好 連續八年獲得這個 美國國務院 評鑑為第一級的國家 所以替國爭光 最後一個單位就是 學術跟教育單位 那個 黃烏雅 這是 謝秀能孫生 他擔任過 警察大學的校長 也做過考試院的 這個考試委員 警察有一個話 能夠幹到局長 已經是主上有德 他不能幹到 這個校長 幹到很多局長 還去跟考試委員 警察大學能夠跳到外面 要去做大官的 大概很少 他就是一個例子 那麼他當校長的時候 他創立了一個管理學院 警察管理學院 還有一個科技學院 這是非常不簡單的事情 創一個學院 就已經創兩個 當考試委員的時候 他做這個 管理考試院很多的 這個法規啊 制度啊 程序 還有保訓 啊 基金的管理等等 這些方面都 助力很多 非常值得敬佩的 好 那麼 另外 再來就是 張平穎先生 前面的幾個都 當過機關首長 他沒有 可是 他在學術上的成就 是非常的高 他現在是那個 我們國內 被害者學的專家 每年發表很多的 警察學院理事長 還有應急管理理事長 這幾年 大陸每一個省 都成立所謂 應急管理廳 那麼我們台灣沒有這個 對口的單位 都把它應急管理學院 當作對口 所以這幾年 他對大陸 這一方面的這種交流 做得非常多 包括 怎麼樣防毒啊 犯罪的防治啊 都有 很大的幫助 他還 成立這個 港澳 還有大陸 台灣 高峰論壇 每年都辦 高峰論壇的研討會 今年輪到台灣辦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陸不能來 他就用視訊的方式 跟十幾個大學 跟單位 連續辦這樣的活動 成效非常好 可以說是 在大陸比在台灣有名 那麼我們今年把它選出來 除了他的學術成就以外 這表示說 我們這個 得獎人 不一定要幹過什麼 這個 機關所長 只要你 對這個 有很大的貢獻 有專長 我們都可以把它列為這個 這個得獎人 所以 今年推薦出來 有這樣的這個意義 那麼這個 這八位 人 還有一個防護人 沒有 他是 他是 我在錄中 等一下再介紹 他當過人事總局長 也是非常不簡單 也是我們 學校的所謂 這個楷模 這八位同仁 在位的時候都非常的努力 盡心盡力 替國家做事 他把 一心裡面最輝煌的時間 都奉獻給這個 國家社會 那其中尤其是 警察消防 海巡這些人 他們 常年在外 拋棄離職 可以說是非常的辛苦 甚至有時候還犧牲幸運 可是老婆講 我們國家 政府 對他們 沒有什麼特別的照顧 跟關懷 就是 我常常覺得非常的遺憾 那退休以後 更沒有人聞問 所以我們本會 辦這個活動 有一個意義 除了 感謝他們 還繼續敬重他們以外 我們 表示 沒有忘記他們 也永遠不會忘記 各位說是不是 今天的這個活動 至少讓他們覺得 遲來的安慰 好 那麼 最後 我特別要感謝各位 在疫情這麼嚴重的狀況底下 我們實在講非常低調 不敢通知很多單位 但是 既然來這麼多人 讓我非常感激 尤其是 謝謝我們的長官 這個 副總統 我們次長 在這種擺盤當中 還來給我們加持 這是非常難得的 謝謝各位 今天來臨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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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